博佑基金会几何第二章三角形 2.5节三角形的边角关系 例题2.5之5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题目 若三角形的三边长分别为4A10 而且呢A为整数 则A可能的值为何 我们看一下 这里有三个数字 4A10 它代表什么呢 它是某一个三角形的三边长 那我们根据所学到的 三角形的三个边长 它必须符合什么 是符合两个条件 第一个 两边和大于 第三边 很好 第二个呢 两边差呢 小于 第三边 我们把它写下来哦 三角形的三角形的三个边长 它必须怎样符合第一个 两边的和 两边的和 必须要大于 第三边 好 第二个呢 两边的差 必须怎样 很好 要小于 第三个边 好 那这个部分 是解这个题目 最重要的观念 想法 好 那现在呢 我们 就根据 这两个 条件 来 解解看 A 可能的值 为多少 好 来 我们来看看哦 它三个边分别是 4 A 跟 10 对不对 那我要 符合 第一个条件 叫做两边和 大于 第三边 好 那我们就把 这两边 先当 4跟10 两边和 第三边 叫做 A 两边和 怎样 大于 第三边 好 那第二个 条件呢 两边 差 相减 好 10 减4 跟 第三个边 A 怎么样 小于 小于 第三边 所以我根据了 三角形 三边 长的 两个条件 我列出了 两个 不等式 好 那 这个不等式 这两个 不等式 我可以 怎样 是个合并 好 是不是 10 加 4 它 是不是 大于 A 对不对 然后呢 A 是不是又大于 10 减4 好 A 是不是又大于 10 减掉 4 好 两边和 大于 第三边 两边 两边 小于 第三边 好 所以我现在 可以列出了 这一个 不等式 好 那现在 我们就来 化解一下 10加4 多少 好 14 大于 大于 然后 大于 10 减4呢 6 10减4 是6 好 那现在 A的范围呢 是就介在 14 跟6 之间 对不对 好 那今天题目问什么 他说 A是整数 题目给的条件 A是一个整数 而且又 借在 14跟6之间 所以 14到6之间 有哪一些整数呢 各位同学想一下 所以 B A 可以等于多少 6到14 哦 用算的 7 对不对 8 9 10 11 12 13 所以 6到14 6 之间的整数 是不是 7 8 9 10 11 12 13 好 所以 A 有这几种可能 有一种 两种 三种 四种 五种 六种 七种 所以 A有 这几种可能 有一种 两种 三种 四种 博佑基金会 谢谢您的观赏 博佑基金会 感谢观看